我国和日本进一步放宽边境管制 从下星期三开始 持有工作证件的商务和专业人员 可提出申请往来两地 我国和日本在上个星期五 启动了互惠绿色通道 供短期逗留的商务和公务旅客往返两地 新宣布则允许两地 持有工作证的商业行政和专业人员流动 不过卫生安全措施必须到位 我国外交部表示 两国自7月就对这个计划进行磋商 计划下个星期三开始接受申请 有关入境日本所需符合的条件 当地卫生条例申请程序等细节 可通过日本的外交部网站查询